以后你一定很幸福 来 连线一下民事 男嘉宾你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怎么说呢 给你点建议啊 你要加强运动了 好 接受 虚心接受 坚决不干 因为嘛 现在人所怎么说的 有钱难买老来受 一胖呢 容易得各种的疾病 给你个建议啊 虚心接受 没问题 坚决不干 不能不能不能 来 二号女嘉宾 你平常爱运动吗 就是溜了弯 或者是昏儿的走一走步 这不算运动 我一号走路 走路 但是我每次走路 都要走到一个小时以后吧 上万步吧 因为我咱这个年龄太胖了 就是容易得各种疾病吧 我也给你这个建议 你看 一号二号 你俩像复读机一样 说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么说人家 只有这么打击他吧 这哥哥才能说 他一下店就去你去解肥呀 是不是 多恋自己 您这个体型多长时间了 四十八九寸 那是比人还胖呢 现在我还 我脚还瘦了呢 是有什么事情突然之间呢 让你暴饮暴食吗 不是 你这是遗传性的吗 好像是 家里老人也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您现在多少斤 现在一百一十七到七 一百一十八左右 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一十八左右 公斤 两百多斤 我其实自己心里也有压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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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介不介意咱的女嘉宾 一个两个 他俩一直都在说你体重的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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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问题哪里摆着你 你不来说也不行 我平时喜欢健身 去健身房的时间很多 如果你一找到另一半的话 能带动你健身吗 可以 陪着你去 我也健时健时 没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身体力行的 在帮助咱往更好的方向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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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健康 你好 我是四号女嘉宾 你喜欢跳舞吗 不会 跳舞 不会 不会 那如果你要是有一位女孩子 那就看上你了 喜欢上你了 他就要求你去陪他 这个女孩子吧 要求陪你去跳舞 锻炼 减肥 你可以吗 还是锻炼点别的吧 其实跳舞不是一件很不正能量的 他是一个正能量的 因为他听着音乐 然后跟他心爱的人在一起 然后去健身 他那心情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您指的这种跳舞是什么舞 都可以 什么广场舞了 交易舞了都可以 那您拒绝的这个舞是什么舞 交易舞 那说明这个男嘉宾对这个 对广场舞 这个舞蹈 广场舞可以 对 那也可以 这是我们四号女嘉宾 我们四位女嘉宾 每个人都各出其招 那哪一位更适合他呢 接下来呢 先进到广告 广告过后为您揭晓男嘉宾选择谁 作为他的第一位约会女嘉宾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好